上午8点 数架战机依次起飞 抵达预定空域后 快速集结完成战术编组 海天之间两架战机相互咬紧 飞行员果断利用机动舰系率先锁定敌机将其摧毁 首轮攻击结束后 双方互换角色再次展开 最后 战机迅速下降飞行高度 利用超低空掠海飞行的方式突破敌海上防空火力网封锁 并对海上目标实施模拟攻击 春节后开飞 我们在恢复技术的基础上 紧定对手 设置战场 紧贴实战专攻精炼 实施空中拦截 空中机女支援和突方突击等多个战略科目 有效提升了我们兵员的实战化水平